讲到这道小吃啊 我个人超级爱做 然后呢 我女儿超级爱吃的 我相信呢 台湾人没有人不爱这道小吃 它呢 满满的葱花包裹着 加上猪油的香气 外酥 内嫩 今天再次邀请到我们的 温国之温师傅 为我们带来这道 人见人爱的小吃 蝸牛猪油葱饼 盐一大池 哈喽 是 师傅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 迫不及待了 因为我自己也很爱做 葱油饼 但是葱油饼看起来 虽然很简单 但其实它有很多 美美咖咖 跟一些小技巧 今天就请我们的温师傅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是蝸牛的这个 卷起来的这个葱油饼 来 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这个食材 有我们的这个青葱 盐 胡椒粉 还有中筋面粉 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水 热水 还有猪油 是 好 那这个我们就直接来开始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要做饼皮 饼皮的部分呢 我们使用600克的中筋面粉 好的 中筋面粉把它加下 那这个完美的比例呢 600克的粉 对360克的热水 那么精准要360克 这个温水啦 温水就是 它的这个水量 就是水温大概在60度左右的温水 对 然后把它加下 因为要加温水的话呢 这个面粉里面的这个蛋白质 受热会产生蛋白质变性 没错 然后它呈现半熟面团 那吃起来的话比较Q弹 Q一点点 对 好 好 那我们把它揉一揉 稍微揉一下 在台湾的话 这种中筋很容易取得啦 在超市什么都很容易取得 对 那师傅弄了这一个啊 能不能叫做烫面法 对 烫面法 其实就是用一个烫面法的手法 揉到我们的这个三观 对 那三观呢 面团光 手光 盆光 跟盆光 这三观 好 然后这边是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的 对 好 那它的这个 这个比例会比较柔软一点 所以我们要把它 这样子来呈现 那如果师傅我可能揉一揉啊 觉得好像太过湿的话 这边可不可以再加 一点点的中筋面粉呢 可以 可以 再加一点点中筋面粉 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刚师傅从开始揉 到现在大概一分半钟 已经慢慢开始 旁边的那个盆 已经慢慢再变干净了 对 在揉的时候啊 它的面团 是有点温温的感觉的 温温的 温温的感觉 那师傅像那个 我看那个市面上啊 有人用冷水 对 也是可以吗 还是那个冷水跟热水 是两个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做葱油饼 一定要是这种温水 温水 温热水 对 冷水的话 它的起筋性就没那么好 现在就已经起筋了 就是 伤光了 是 这样子的概念就可以了 好的 好 那我们就把它稍微醒一下 它醒的时候稍微盖住 可以用这个手法 就是我们放下这个饼皮 这样子盖着 给它醒一下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边已经有醒好的 好的 没问题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是 营业版本的 营业版本吗 一定要学起来 好喔 这个 因为我们水的这个 蜗牛葱油饼是一直演进的 是 这个是 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叫做 猪油抹酱 猪油抹酱 直接抹在 它有一点像是 像那个比较浓稠的一个酱 抹在我们的饼皮上面 所以等一下吃的时候 那个浓郁度就会增加 好 好 那这边我们练这个猪油 是 好 猪油的话 就是买这个 要用猪的这个白表油 白表油比较不会那么腥 没错 然后把这个猪油加下来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 大概四颗啦 四个这个葱油饼 对 好 那这边我们把这个 葱加下 这边加下去炸了 对 我们的这个油 两百克 葱 葱一百克 好 葱 这个这时候呢 我们等于是在炼葱 炼葱油 对 把这个葱 把它煸到有一点香气出来 那这个葱要煸到什么状态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边边呈现金黄色 这时候的香气是最浓郁的 等于是我们在这个 等一下吃到的时候 会吃到两个葱香味 第一个是生的葱的味道 第二个是我们这个炼过葱的 就是我们煸香过这个葱的 这个香气 油跟葱 现在是水水的 对 这是算液态状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转小火 然后这时候我们的中筋面粉 加下 这个时候加中筋面粉 你要让它呈现浓稠状 浓稠状 就是我们说的抹酱 天啊 我又学到了一招 对 这样子 你把它 那这个粉要加多少 我们有比例的 对 那这个就是让它变成比较浓稠一点 对 好 那你就是依序慢慢加 依序慢慢加这样子 让它变得浓稠 那这时候我们的油跟葱 好 葱最重要的是 你看我们这个葱 我们刚才到那个阶段把它火 就是转小火 我现在把火关掉 对 这个葱不能过焦 了解 来 棋卫帮我们闻一下 好 天啊 它可以吃耶 这个很香 很香 很香 这个很棒 这个稠度这样子是最完美的 好 那我们加一点点的盐 一点点的盐吧 对 盐 盐的话如果平常吃辣口味的 可以放得多吗 不行 因为等一下我们抹在上面的时候 这个盐多太多 对 就大概一小匙 对 一小匙 不要太多 这样子 好 那把它搅拌一下 好 因为它有面糊 会融于这个葱花里面的液体 那个水分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原来是这样做的 这个抹酱就好了 因为它是呈现热热的 等一下我们把这个 让它降温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把它放到 我们的这个容器里面 好喔 有没有这一个抹酱 吃起来真的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对 那我们现在把它摆下来 我决定明天就要去卖葱油饼 对 因为我有个梦想 就是我很想就是餐车 然后去百路变态 因为我很喜欢做东西 就是跟你们一样 就是当厨师 然后很喜欢就是做美食 然后看它给大家吃 我就觉得很棒 可以跟大家互动 那我以后 干嘛那么想不开 没有 我觉得就是可能兴趣吧 对 就我很喜欢做吃的 你看这个我们这个饼 醒过之后呢 它会有一点蓬蓬的 对 会有点蓬蓬的 然后我们这个熟粉 对 一定要沾点熟粉 来 那我们这个一颗的这个大小 大概一百克的皮 对 不用太多 OK 然后我们把它稍微擀开 擀面棍上面要先抹一点熟粉 你这个擀的这个状态 就是尽可能越薄越好 好 因为我们要卷嘛 对 蜗牛 葱油饼一定要记得 你用这个六百克跟三百六十克的 三百六十克的热水 温热水 对 它这个皮是算偏软的 偏软的 你的粉不够多 它会就是 黏住 对 就是会沾黏 好 那它如果有呈现沾黏的话 你就就是抹手粉 抹手粉 对 干面棍上面抹手粉 抹到这么的薄 对 要薄一点 好 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个技法很重要 你的这个板上 如果没有粉的时候 我们再拍一点 这样子薄的 这样子就可以 这样子卷出来那个蜗牛 对 才会漂亮 好 这时候我们准备一个油刷 好 油刷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油 因为油温要降温比较慢 那你现在这个感觉不出来 它的 它感觉还满稀的 对 对 你把它抹在上面 等一下它冷却之后 它就 你就可以感觉到 它的这个抹酱的厉害 好 这样子 用这个做法的话 它的那个酱会黏在这个皮上面 好 那这个刷的时候 也不是乱刷 好 你这个边边要留一点缝隙 边边不要刷到 不要刷到 好 因为你刷到的话 等一下它那个会溢出去 对 你看我的意思是像这样 其实它冷却之后就像这样子 对 就是比较粘稠了 有没有 好 不会像这个 比较固体的感觉了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这个就是 也不用太多 不用太 不 就这样 这样已经算多了 这样已经算多了 然后你看这上面有这个 这里面大概是23颗的葱花 你要有几颗也没关系 对 就是让它有一点 你没有听出来吗 葱花的 它说有23颗的葱花 葱花的那个 那个 香气会很 比较浓郁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葱 好 要 你真的很可爱 要在这个第一节的时候 把它包起来 好 好 包起来 好 那要包多少 跟你的卷起来的那个 大小有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 等一下它要再拉开来 好 那包的时候也很重要 好 你要这个第一卷 就把葱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 卷起来 卷起来 卷扎实 好 这样卷扎实 好 这样子 卷扎实 好 因为你这个如果松松的 那它 你在卷第二圈的时候 它就会更松 对 好 这样卷扎实 所以一定要像卷那个蛋糕卷 什么 生乳卷那样 把它第一层把它压 拉 卷拉 这样子 卷拉 卷拉 这个动作很重要 所以这个我做慢一点 一定要记得 对 把它往内推 然后往前卷 看我这其实是很扎实的 那这个抹酱就会黏住 对 第一圈 第二圈 你这个黏住 这个动作也很重要 因为蜗牛 等一下我们还要再 给它赶开来 它就不会分离了 这样子 好 让它中间不要有空气 对 它这样子卷起来就很漂亮 好 这样子 好 然后手粉再来一点 这边还要再一点手粉 对 好 来 这样子好了之后呢 好 我们把它擀这个 就是再揉一下 对 好 那你可能可以拉 拉多长就拉多长 拉多长就拉多长 真的喔 所以现在这个面团的延展性很好吗 延展性很好 OK 就是它是偏湿的嘛 好 偏湿的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延展性 是在这边这样子 好 这样拉 好 拉长一点这样 好 拉到差不多是 刚刚是这样嘛 对 好 再多一点点这样 好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好 边拉边加 好 它还是要呈现这种比较 就是细长的状态 好 来 那我们现在卷了 好 蜗牛就是要卷起来 那第一卷 第一卷很重要 你用食指 好 然后这个 这个第一个要收口 收口 压扁 压扁 因为它是贴在下面的 这样子 那这个是贴在下面 我们再稍微压一下 让它那个嘴巴闭起来 闭起来 贴在上面 好 然后你这个食指 要把它往内挤 好 然后往这样子 往内挤就对了 往内挤 好 这样子 好 重复这个动作 这样卷起来 慢慢变成果尼 对 好 然后这个最后面这边呢 你也要压扁 我每次都从屁股收进去 对 收下去 好 收下去 然后你这样压一下 对 好 压一下 压一下 好 那你还是要稍微 再擀一下 对 再擀一下 这个压的时候要轻轻揉 轻轻的 对 好 如果抱的时候就会 放一个很大箱 你哪会这样 所以这个轻轻的给它 延展开来 它这个里面呢 我们让它两次延展机会 你这样子稍微让它 就是它跟醒的概念一样 你这样包起来 它有点紧缩 对 那我们稍微把它压一下 让它静置一下 松弛一下 然后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擀一次 它就会再薄一点 对 好 这样子 我们重复这个动作 好喔 我们的这个葱油饼呢 四个都做好了 然后两个先下锅来去煎 那接下来我们要先把这两颗 来把它一起煎起来 那这边有没有注意 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有 火力 像这个不粘锅它是 导热非常快速的 所以我们火不要开太大 然后我们用猪油下去煎 用猪油煎的话 它的这个风味会更香 好 那油脂的话呢 不用太多 好 再三大匙左右 然后把它放下来 好 然后刚刚那个我们做好 卷了之后对不对 对 师傅有再擀一次 对 然后有再让它松弛一次 是 松弛一次完之后再擀一次 你会感受到葱油饼变得更柔软 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锅煎了 对 所以一定要记得总共卷完之后 擀一次松弛一次 然后再擀一次下锅 四个步骤 对 好 那等这个油温上来之后呢 火要转小火这样子 好 要把这个火力顾好 跟它焦化这样子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再 就可以转小火 好 就要小火慢慢煎就可以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等待煎葱油饼的时候 是 我要带来一首歌 又要听我的歌了 是 这首歌叫做农村曲 是 你有听过吗 没有 你一定有听过 是 因为呢 为什么会选这首农村曲呢 是因为我们要做这个 葱油饼嘛 对 那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我发现说原来就是以前 我们古代的时候 是 老公要出去了餐里面 去打拼 他要煎我一把 牵手的 就是会帮他做这个葱油饼 然后让他带去田里面 这样子 然后这首歌呢 我想要来唱一首 你有听过那个 以前古代的时候 唱片的声音吗 没有 好 我来唱给你听 今天唱得不一样 好 好 老师音乐 有没有那种复古留生机的那种感觉 有 不错吧 农村曲送给大家 这个差不多金黄色 我们就准备翻面 好 一面大概在五六分钟左右 OK 五六分钟 好 这样子 看起来超棒的 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刚刚已经煎了 这个两个下来了 那你要看他有没有熟 我们怎么样分辨呢 这个表面这样有酥酥脆脆的声音 对 酥酥脆脆的声音 然后两面金黄色 大概在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但师傅我有发现 像我们这个新煎的 你的这个滴油放比较多 对 然后这个油比较放不多 对 是不是油放多 煎起来就是它的颜色会更漂亮 还是上车会更好 恰恰恰恰恰恰恰 那这个是口径比较小 这个口径比较大这样子 对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取出 这样就好了 好 你要这个吗 对 好 那我们稍微切一下 好 让它呈现那个蜗牛的 形状 那个掰法这样子 好 掰起来 就会看得到剖面这样子 其实蛮快的 因为刚刚师傅有说大概 因为我们是从头嘛 对 就从头开始做起 怕说可能需要煎个十分钟 到十五分钟 但其实蛮快的 是 而且如果其实你的这个葱油饼 压得更扁的话 其实煎的时间 其实又可以再缩断 所以这边也不一定说 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时间 这边可以按照每一个人家里 做的这个葱油饼不同的厚度 来去取决于你的时间 要煎多久 对 这样子 哇 这个 你看这个很好吃的 这个可以吃很多人啦 对 你们不用担心 这个面皮香来 齐慧帮我们闻一下 很香 对不对 很 就是它是一个 传统的味道 对 你赶快切 好 你为了 很 就是外面卖的那个味道 对 就是外面真的 对 真的 真的 而且这个又有湿润感 然后 好香喔 面皮香气也都有 太幸福了啦 对 而且其实也看得到 这个一层一层 是因为那个油酥 对 那个你说抹酱的关系 对不对 那个卷起来蜗牛的感觉 对 对 你看 这个 太棒了啦 对 这个 今天这一道 蜗牛 猪油 葱油饼 哈哈 完成了 完成了 蜗牛猪油葱饼的制作大纲 首先将中筋面粉倒入盆中 陆续倒入温水揉捏成团 该煮面团静置30分钟醒面 中火起立锅 放入猪油 葱花边箱 转小火加入中筋面粉拌匀关火 再加入盐巴调味形成抹酱 起锅放凉备用 桌上撒些取手粉 将醒过的面团分成适当大小后擀开 擀薄后均匀刷上抹酱 底部铺上一排葱花卷颈 滚拉成细长条状 接着将开口收口压扁 卷绕成蜗牛状 尾端收口向下收紧 使用擀面棍擀压 静置松弛五分钟后 擀压第二次即可 下火起一锅 加入猪油 放入葱油饼煎至双面金黄酥脆 撒上胡椒粉就大功告成了 蝸牛猪油葱油饼 然后刚刚师傅在最后的步骤 有撒一点点的这个胡椒 胡椒盐 胡椒盐 好 我来拿一个最小的 对 哇 奇葳真的是老饕 所以要吃之前要稍微闻一下 噢 我听到了 这个有一个厚度 我先帮你讲 这有一个厚度 所以中间的话是柔软 而且有湿润感 面香 好香 然后它中间超级软 对 很湿润 就像你讲的一模模一样 然后每咬下去都会 那个卡滋卡滋卡滋的 外酥 对 外面是酥的 然后那个油葱的香气 对 搭配上青葱 青葱 你每咬一口 那个层次都不一样 对 就是它是有一个 比较厚的 一般葱油病可能只有 青葱的味道 它很快就不见了 但是这个我们有练那个葱油 有没有 好 而且有一个类似 这个些许的一点点胶的 这个葱在里面 风味不一样 真的超好吃的 真的超好吃 但这次有点这个制程上面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完全公开这样子 所以只要锁定我们越来越好吃 你可以学到我们这营业版的配方 这样子 对 好 那这次我们这个为大家带来这个 蜗牛猪油葱油饼 大家都学起来了吗 如果来不及记下做法呢 欢迎到越来越好吃的粉丝团 及YouTube的频道 上面会有详细的食材清单 笔及做法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